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三阶段初级实验第七课 我们的串口通信实验的学习 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串口的初始化代码 以及我们串口的发送代码的实现 以及我们这个代码的分析 并且呢 我们通过改写我们的printf这个函数 实现了直接通过printf 进行我们这个串口数据的一个输出 好 今天我们这节课呢 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串口接收代码的实现 以及分析 并且呢 会对我们这个串口收发代码 我们的这个实验 进行一个再版的一个演示 好 首先 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串口接收代码的实现 以及分析 首先要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通过串口接收数据 这个动作的这个编程模型 实际上我们通过串口接收数据呢 在我们的硬件上 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这个rx 这个IO口 来接收我们外部的一些数据 这个模型呢 实际上就和我们之前讲过的 我们通过IO 我们通过IO 接收我们外部的一些输入信号 这个模型呢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大家 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给大家 之前给大家讲 我们这个外部中断的时候 讲了我们通过这个IO 接收外部输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编程 一种呢我们叫做 Pull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 轮群的一个方式 还有一种呢 我们通过这个intr interrupt 通过中断的这个方式 来进行我们这个IO输入信号的一个接收 因此呢 我们这个IO收入数据这个动作 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通过这个轮群的方式 还有一种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 interrupt 通过我们这个中断的方式 来进行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接收 在我们这个课程中呢 因为我们这个IO收数据啊 这个动作 我们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采用我们这个中断的方式来实现的 因此呢 这里面呢 就我们就会给大家讲解 我们通过中断来实现 我们这个串口数据的一个接收 首先还是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 我们这个中断的一个初始化 好 我们要初始化中断呢 我们的第一步呢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NVIC 我们的中断控制器 进行一个初始化 而对它的初始化呢 主要分成了两个步骤 第一呢 也就是要初始化我们这个中断的一个优先级 初始化了优先级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要 使能 我们这个对应的 我们要使用的具体的某一个中断 我们这里面呢 要使用这个 USART1 这个中断 因此呢 就要对它 进行一个 在NVIC控制器里面呢 对应的USART1的中断呢 进行一个使能 其次呢 我们还要 使能我们这个USART1控制器 控制器里面的 具体的中断的一个请求 具体的一个INT request REQUEST 好 我们要使呢 我们具体的一个中断请求 我们这个中断请求呢 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都有 会有哪些中断请求啊 在我们这个 30.4 这个小节目呢 就讲了我们 USART1的 主要的一些中断事件 也就是他们的 我们这些中断请求 主要有一些 传输 计存器空 还有一些CTS 标记 而我们这个 接收数据呢 比较重要的呢 就是要使用这个中断请求 也就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 收到了数据 并且呢 准备好了 可以去读取 这个数据了 还有一个请求呢 就是我们这个 溢出错误 检测 检测到了溢出错误 这个请求 就是我们 发售数据呢 我们还没有读取 又来了数据 然后那个数据呢 就会 溢出 因此呢 就会产生一个 溢出错误的一个中断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中断啊 比如说我们的 校验错呀 还有一些 噪音 标记 等一些中断 好 在我们的这个 对我们这个中断 进行了猝死化以后呢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对我们的这个 中断 服务历程 interrupt header 进行一个 具体的一个实现 要实现我们的中断 服务历程 然后在产生中断以后呢 就会去 调用我们的中断 服务历程 进行一个相应的 一个处理 好 而我们对这个 串口接收的代码呢 主要就是通过中断 来实现的 下面呢 就跟大家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好 首先呢 我们还是 直接看我们这个 组 组程序 在我们这个 test.c这个组程序里面呢 我们实现了一个主函数 man这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man函数 我们整体来看一下 其实呢 它主要就是 首先还是做一些 初始化 这个都是必须的 对我们的 hl程进行了初始化 并且输出我们的灯 然后呢 初始化了我们的串口 最后呢 也就是初始化了我们的这个 使能我们的串口中断 然后在一个 wire1的循环里面呢 我们就会对串口的数据 进行一个接收 并且如果发生了错误呢 会对我们这个 串口的错误 进行一个提示 然后呢 就是闪灯 表明我们的系统在运行 好 我们的整个man函数呢 它的大概的一个 框架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我们对这个 串口的一个 初始化 这个代码 首先对我们这个 串口控制器的 一个初始化呢 实际上跟我们上一节 给大家讲我们这个 串口发送代码的 这个初始化是一样的 这里面呢 就给大家多讲 然后呢 对我们这个具体的 这个io 以及时钟的初始化呢 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这里面呢 重点要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对这个 中断控制器的 一个初始化 因为我们这个 串口 接收代码呢 我们使用了 我们这个中断 因此呢 我们就添加了一段 对这个中断控制器的 一个初始化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添加了这个 中断控制器的 这个初始化呢 它的第一行 是一个条件编译 这个ifdefine呢 是一个条件编译 这个条件编译呢 就是如果我们 这个use revinter 我们这个 红定义 如果它为1的话呢 我们就会对下面 两句代码 进行一个执行 如果它不为1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不会 对这个代码 进行一个执行 因此呢 这里面呢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条件编译的 这个妙用 这个呢 也是我们 要给大家讲的 第一个小贴士 我们如何来巧妙的 使用我们的条件编译 来使得我们这个代码呢 有更好的一个可一致性 以及呢 我们的一个灵活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这个 use revinter呢 我们这个 红定义啊 实际上是定义在 我们这个文件 有个system -define.h 这个文件里面的 在这个头文件里面呢 实际上 我们就可以 增加一些 我们自己需要的一些 预定义 然后呢 如果我们这个值 它是1的话呢 就表明 我们这个条件编译的条件 是成立的 它就会往下执行 如果这个值是0的话呢 就表明 我们这个条件不成立 因此呢 如果是0 就表示我们不会使用 我们这个 串口接收这个中断 好 我们再具体 回到我们的这个 初始化的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值呢 实际上我们把它制成了1 因此呢 我们首先 会对我们这个 NVIC的这个控制器 做一个优先级的设置 然后呢 我们会 使能我们的这个 具体的一个IRQ 也就是我们的USARTE 这个IRQ 因此我们就 巧妙的利用我们条件编译 通过我们预定义的这个红 就可以实现 我们选择是否 要使用我们这个 窜口的接收中断 好 我们的条件编译呢 实际上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妙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条件编译 来实现我们是否要加载某一个驱动 或者是呢 我甚至我们可以用条件编译 来对不同的一个MCU 在同一个代码里面呢 进行一个初始化 这些呢 所以说就希望大家 在以后的项目 或者是在以后的编程里面呢 能够根据实际情况 利用我们这个条件编译 来使得我们这个代码呢 有着更好的一个可一致性 和灵活性 好 我们继续我们这个代码的讲解 首先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 main函数里面去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了 我们在对这个NYC控制器 它的中端控制器出售化完成以后呢 就是要对我们这个具体的UCRT 它具体的某一个中端响应 进行一个使能 那么我们这个函数 就是对它的这个中端 UCRT它的中端的响应 进行使能的一个函数 这个里面呢 也用了我们这个条件编译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实际上这个函数呢 它就调用了我们这个 CMSS库里面的 对串口接收中端的一个 初始化的一个函数 也就是我们这个HALURT 对SAVEIT这个函数 大家注意这个函数呢 传入了三个参数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串口的一个句柄 然后呢 就是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呢 它实际上就是给我们这个 窜口缓冲区 指定的一个地址 然后就是一个Size 也就是我们这个窜口接收数据的一个长度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它实际上它只做了三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它就是对我们这个窜口的接收的 这个缓冲区 进行了一个初始化 把我们传入的这个地址 给了我们这个窜口接收的一个缓冲区 因此呢 我们后面所有的 接收到的这些数据呢 都会往这个地址进行一个存放 然后呢 对我们这个窜口接收数据的一个长度 和它的一个技术 进行了一个初始化 而长度和技术呢 它都 把我们这个 传入这个Size 这个长度呢 给了我们这个窜口 接收缓冲区的一个长度和技术 然后呢 就是置了一个标志位 表明我们当前的这个窜口接收 这个状态呢 窜口的状态呢 是处于一个窜口收的一个状态 就是处于一个RX的一个状态 RXB0 这么一个状态 表明呢 它正在收数据 它准备开始收数据 第三呢 就是使能 我们这个 要响应的一些 窜口的一些请求 把这些请求呢 都进行一个使能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这段代码呢 就是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了我们这个 收wuffer 以及我们的Size和Count 然后呢 这一段代码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flag 进行了一个标志位 进行了一个复制 表明我们当前这个窜口呢 它处于一个准备接收数据的一个状态 然后 这几句话呢 就是对我们具体的 要响应的一些中断的一些事件呢 进行了一个使能 比如说它使能 我这个PE 也就是我们这个 消炎错这个中断 以及呢 一些中断错误的一些种 这种说明啊 比如说真错误 造生错误 以及益处错误 然后呢 最重要的一点呢 初始化了我们这个准备接收 也就是这个表明我们当前的数据呢 已经我们这个当前 窜口寄存器呢 已经不为空了 可以对数据进行一个读取了 使能了我们的 这个中断的一个响应 好 我们 这个代码呢 它的整个圆形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我们对这个中断的初始化呢 就讲解完了 然后呢 就要讲解我们这个中断的 这个响应的这个函数 也就是我们的中断符历程 好 我们把这个中断符历程呢 就定义在了我们这个 STM32F407INT2Handle里面 在这个Handle里面呢 我们 把我们要想 我们要实现的 重新去 完成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历程呢 中断符历程呢 都放在了这个文件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SysTickHandle呢 就是实现了我们这个 Sys系统失踪的 一个中断响应的一个 成熟 然后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我们的外部中断的响应啊 好 然后我们的 对窜口的这个中断呢 我们就是 USRT1IRQHandle 在这个函数里面 那这个函数呢 之前给大家讲 这个启动代码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些 窜口符历程呢 实际上在启动代码里面呢 它都做了一个RAW定义 并且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实现 也就是做了一个实现循环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呢 对它进行了重新的一个编写 实际上呢 这个函数呢 就调用了我们这个CMSIS层里面的一个 HAL UART RQHandle这个函数 好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 它的整个框架也是很简单的 它首先呢 会去判断我们的这个标志位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窜口响应事件的一个标志位 看我们当前这个中断 是属于哪个事件产生的 比如说它首先判断是否是我们的 这个消验错这个中断 然后呢 再读取我们的中断源 是否确实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消验错 如果是的话呢 就会执行一个相应的 对消验错的一个操作 比如说它会把这个 消验错的这个标志啊 清零 然后呢 传一个 对一个这个AIR CODE 做一个复制 就表明我们当前这个窜口呢 发生了一个错误 然后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接收啊 我们这个接收RXNE这个 这个事件的一个响应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判断我们当前的这个 标志 是否是我们这个窜口 RXNE 也就是我们这个窜口当前呢 已经准备好 准备可以去读取数据了 如果 然后呢 会去判断一下我们这个中断源 是否是来自于RXNE 如果是的话呢 就会调用这么一个函数 URT RESAVE IT 这个函数 好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这个函数啊 好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实际上 它也是需要去判断 我们的一个窜口的一个标志 这个标志呢 其实是在我们 调用我们这个 调用我们这个函数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这个URTH HALURT RESAVEIT 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制的这个标志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 我们会把它制成一个 HALURT STATE BJRX 也就是我们当前正忙于 准备接受我们的数据 如果是这个标志呢 那么我们的这个 我们找到我们这个窜口中断的 一个相关的一个福利层 我们的这个URT RESAVEIT 这个函数呢 它就会对这个 接收的一个数据 在这 就会对我们这个 接收到的这个数据呢 进行一个读取 首先它会判断 我们当前这个滞长 是9位的还是8位的 当然我们这个是8位的 然后呢 它会判断我们这个消炎位 是无效焰 还是机偶消炎 然后我们这个配置的是一个无效焰 它就会 对这个窜口 这个缓存区啊 大家看啊 它会对窜口缓存区的这个地址 进行一个 对它这个内容呢 往里面写一个值 而这个值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DR这个内容 这是这个寄存器啊 我们可以去参考我们这个 编程手册 这个DR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窜口的收数据的这个寄存器 我们会把这个寄存器的内容呢 往这个 接收缓存区里面写 然后把这个地址往下移一个 然后准备接收下一个 下一个值节 好 这呢 它有个 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counter啊 这个counter大家 之前还有印象吧 就是我们时通这个size 我们指定这个size 来对它进行了一个负值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而 EV DataLumber 我们这里面定义的是10 也就是我们会接收到10个数据 那么我们就表明我们这个窜口接收呢 就完成了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 好 我们如果一直减减一直是0的话呢 表明我们这个减到0了以后呢 就表明我们这个窜口接收这个工作 我们就做完了 我们做完以后会做出些什么事情呢 大家看一下 它会去把我们这个中段啊 这个响应的这个中段响应这个给禁止掉 就不让它想应我们这个再次想应我们这个接收中段 并且呢 会去修改我们的这个flag 我们这个当前中段 当前的这个窜口状态的一个标志 会把它制成一个 大家看会把它制成一个URTState的Ready 就当前呢 就不再是在一个准备接收 窜口中段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状态 最后呢 会调用一个这个函数 一个回调函数 就RXCPL Callback这个函数 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它在这个 它在我们这个CMAISIS里面呢 它是一个弱定义的 然后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呢 它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 而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重新的编写 我们实际上可以对它进行一些 比如说可以进行一些点灯呢 表面那个窜口数据已经是完成了 或者呢 在它这个函数内部呢 我们可以制一些标记 通过这个标记呢 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这个主程序 我们这个窜口接收 这个工作呢已经完成了 可以去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打印输出 然后呢 重新准备开始窜口的一个接收 好 这个整个窜口这个中段的浮力层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里面呢 还要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一个对错误的一个窜口接收错误的一个处理啊 好 我们还是找到我们的这个 窜口接收中段 我们还是找到我们的窜口接收中段的IRQ 好 我们之前在给大家讲的时候 我们讲了如果我们发生了错误呢 就会对我们的这个ERROR CODE 做一个滞味 表明我们当前发生了错误 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发生了错误 我们最后会做什么事情呢 好我们看这个最后一个衣服啊 如果发生了这个窜口 如果这个窜口错误不会烂呢 那么就是表明发生了错误 我们就会对这个标志位 进行一个滞味 把它从我们这个窜口接收的一个 忙碌于接收的一个状态 制成一个StateReady 准备好的一个状态 并且呢会做这么一个回调 ERROR CODEBANK 也就是发生错误的这么一个回调 像这个回调函数呢 也是在我们这个SIMSIS里面被弱定义了 通过这个弱定义呢 我们可以重新的去编写它 好 如果我们检测错误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要做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函数 制一些标记位 通过这个标记位呢 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组程序 我们发生了一个错误 那么就可以进行一些提示 并且呢会重新 对我们这个窜口这个中断呢 使能我们这个对 某些事件具体的一个响应 对它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使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的给大家讲的 这个两个回调函数啊 实际上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儿 对我们这个接收数据完成以后的这个回调函数呢 做了一个重新的编写 我们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对这个参数啊 做了一个置位 把它制成了一个1 这个参数呢 实际上是一个全局变量 然后我们在这个 主函数里面呢 就会去判断 这个参数是否为1 如果为1的话呢 那么我首先会把它制成0 然后会对我们这个接收的数据啊 因为它为1的话就表明我们这个收已经收够了我们10个数据 然后我们就会对这个数据呢 进行一个打印输出 而打印的数据呢 就是我们这个 resale data 它指向的这个地址 好 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了错误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发生错误呢 那我们就会调用我们这个 HL URT AeroCopeng 这个回调函数 那么我们也是对一个全局的一个变量 进行一个置位 表明我们发生了错误 而在我们的这个 test.c里面呢 在我们的main函数里面呢 我们也会判断 这个错误标记 如果发生了错误呢 那就会进行一个打印 并且呢重新来初始化 我们的这个串口的这个中断 我们的整个代码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们就对我们的代码呢 我们写好这个代码呢 进行一个编译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发现是说编译出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编译停止 我们看一下它发生了什么错误啊 实际上呢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错误呢 发生在我们这个 这个文件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 CMSS里面的库文件啊 它在这个头文件里面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串口的 同文件里面呢 报了一个错 它指向的这个错误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DMA HeaderTypeDefined 它没有被定义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错误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 我们在这个头文件里面啊 我们就因为我们这个串口操作 它是可以自私通过DMA来操作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头文件里面呢 它没有加入我们这个DMA的 这个头文件 没有加入头文件 那么这个时候呢 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个办法 就是可以手动的把这个头文件包含进来 但首先有一点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些头文件 它都有一个小钥匙对吧 大家看这都有一个小钥匙 这个小钥匙呢 它表明我们当前这个文件是指读的 因此呢 我们就需要找到我们这个 大家看这个串口的这个没有这个小钥匙 因为我这已经手动把它改成了 把这个指读属性去掉了 因此呢 它现在是可以写的 那么我们怎么把它这个指读属性去掉呢 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文件的一个存放的一个位置 好 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来一起来演示一下 我们怎么来找到这个文件啊 首先我们找一下这个 点击去这个文件 然后呢 好 我们找到我们这个 安装目录 我们安装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直接搜索一下 好 我们搜索到了 实际上呢 我们报错的这个位置啊 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这个报错的这个信息呢 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头文件的位置 好 我们找到这个位置以后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位置啊 我们打开文件位置 好 你大家看这么多头文件 而我们要改的文件呢 就在这儿 我们看 随便找文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属性啊 大家看 这个属性是指读的 因此呢 我们如果要修改这个文件呢 就把这个指读属性去掉 我这里面呢 已经把这个指读属性去掉了 就可以让它进行可以改写 然后呢 我们就在我们这个代码的数里面呢 对这个头文件呢 进行一个改写 因为我们要 对我们这个DMA 它的一些相关定义呢 是没有定义的 因此呢 我们需要加入我们这个 STM3RF4XHL-DMA 这个头文件的一个定义 好 加入以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 重新的一个编译 好 大家看 这个时候呢 我们没有报错 也没有警告 然后我们就编译通过 下面呢 就给大家具体来演示一下 我们的这个代码的一个执行 因为我们这个串口实验啊 比起我们前面两节和讲的 IO的输入输出实验呢 要更加复杂一些 因此呢 在我们正式对这个实验演示开始之前呢 首先要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实验平台的构成 首先 我们这个串口实验的 这个平台的一个主体呢 第一个主体呢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开发版 我们的开发版 然后呢 在我们的开发版中呢 我们使用了这么一个芯片 把他叫 这个芯片叫做CH340G 这个芯片呢 它实际上是把我们的这个 TTL TTL的串口 这个是连接到我们的MCU上的 TTL的串口 转换成了我们的这个USB接口 转换成了USB接口 然后呢 我们要通过一根USB线 USB线 连接到我们的这个PC端 也就是我使用的这个笔记本 因此呢 这个PC端呢 就是我们实验的第二个主体 而在我们的PC端上呢 我们要通过 这么一个软件 我们把它叫做串口助手 我们通过这个串口助手 来对这个 转换以后的这个串口 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收发 并且呢 因为我们使用了CH340G这个芯片 因此呢 我们在PC端 在它的底层呢 还需要安装一个驱动 也就是我们这个CH340G 在我们PC上的一个driver 第二位 我们建议的第二位 它的一个driver 好 因此 我们首先就要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CH340G驱动的安装 然后呢 需要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串口助手 是如何来使用的 好 我们首先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第一个小贴士啊 我们这个CH340G驱动的一个安装 好 这个驱动呢 我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百度 这个里面 百度网盘里面 然后呢 大家可以下下来安装 然后这个安装 实际上很简单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安装 打开这个驱动的这个安装包 然后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我这已经安装好了 因此呢 这个下来呢 需要同学们自己把这个驱动安装一下 好 然后呢 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串口助手的这个使用 好 因为当前呢 大家看啊 我打开这个串口助手呢 它报了一个错误啊 就是当前串口号已经被占用 然后让我选择其他串口 实际上因为我这个是个笔记本 本身是不带串口的 而且这个时候呢 我的这个开发版啊 它还没有上电 因此呢 我们这个时候肯定是找不到串口的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串口号这个 下来菜单里面呢 是没有任何串口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把我们的开发版上电 并且呢 我要把这个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 我要把我们的这个USB线 接入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实际上呢 对应到我们的原理图里面呢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的原理图 好 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 就是我们的这个 USB22这个接口 USB-B的 迷你的一个接口 好 我们在开发版上呢 找到这个接口 把我们这个USB线接入 大家看这个接口呢 它是连接到我们这个CH30G 这个芯片上面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来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窗口助手啊 好 我们要重新打开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找到一个COM6 这个COM6呢 实际上也就是 好 我们点击打开窗口 我们还可以关闭窗口 就是我们这个 通过安装这个CH30G以后呢 我们再把开发版和PCG连接到以后 连接以后呢 我们找到的一个窗口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窗口的设置啊 首先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波特率 因为在我们这个程序里面呢 我们这个波特率设置的是9600 因此我们这里面呢 波特率就选择9600 然后数据位呢 我们选择8位 停止位呢 大家看可以选1位1.5位或2位 我们这个程序里面呢 写的是1位 因此呢 我们就选择1位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的基本设置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窗口 打开窗口以后呢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这个 这个开发版上有数据送过来 那我们在这个框框里面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窗口 接收过来的数据 然后呢 我们点这个发送呢 就可以对我们这个数据啊 进行一个发送 并且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支付串的输入框里面 输入我们想要 选择发送的一些数据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点击定时发送 并且可以选 输入我们这个需要定时的一个时间 并且呢 我们还可以以二进制的方式发送 并且可以用这个 二进制的方式来显示 好 这个窗口助手的其他功能呢 大家下来呢 可以再来了解一下 其实它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它甚至呢 可以传输文件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具体演示一下 我们的这个实验 首先呢 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代码呢 我们之前已经编译好了 我们用这个代码进行一个下载 好 大家看这个时候呢 已经下载完成了 好 然后呢 下载完成以后 我按一下我们的这个复位按钮 让我们这个程序呢 开始启动 好 大家看我们这个程序呢 已经启动了 因为这个提示灯呢 已经在不停的进行一个闪烁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这有个闪灯 表明系统正在运行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根据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情况啊 根据这个代码的具体实现的情况呢 我们这个代码不会主动的发送数据 并且它只有在接收到我们的这个指定长度的数据以后呢 才能把这个接收的数据呢 再发回 再发回给PC端 因此呢我们首先要通过我们这个窜口助手啊 给我们的这个开发板发送一定量的数据 我们这个数据的长度呢 我们是10 因此呢 我们要发送10个字节的一个数据 好 这个数据已经输入好了 然后这时候直接点击发送 好 大家看我们这个发送的数据呢 已经在我们的开发板接收到了 并且呢我们的开发板呢 把我们这个接收到的数据打印出来 通过我们这个窜口发送 又发送到了我们的这个窜口助手上面 大家看我们这个数据 我们这个发送的数据呢 我们这个开发板接收到的数据呢 实际上是一致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它 把这个数据的长度变一下 我们变成11个数据 好我们点还是点击这个发送 好大家看 我们发送10 我们多发送了两个数据啊 多发送了QQ这两个数据 多了两个数据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收满10个数据以后呢 再往下它会发生一个窜口错误 实际上呢 这个错误呢 是一个窜口的一个溢出错 就是overrun的一个错误 并且呢 溢出以后呢 我们就重置了一个窜口中断 这个代码的具体的这个实现呢 就在这个部分来实现 好 我们 我们甚至呢 可以在这个提示里面呢 提示出我们具体的一个中断的一个错误 但是这个中断错误呢 就需要通过一个参数 把这个传递过来 好 这个代码的这个具体演示呢 就到这 然后同学们呢 有兴趣的话呢 下来可以把我们这个代码 一步一步跟一下 调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 可以具体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 具体是怎么运行的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课后作业 好 我们这个课后作业呢 因为这个串口编程呢 实际上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此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 我们这个串口 收发的这个机制啊 我们这个给大家留的课作业有点多 首先是作业一 好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本节课的一个讲解呢 请同学在结合我们这个实验代码 画出我们这个代码执行的一个流程图 并且呢 这还要画出我们这个函数之间的一个调用关系图 并且要理解我们这个中断 和我们这个main函数啊 它们是如何进行一个信息传递的 而且要思考一下 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式进行一个信息传递 而且我刚才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错误信息啊 大家想想我们这个错误信息如何 传递到我们的主函数里面 并且通过我们这个 在我们这个主函数里面呢 对这个错误信息进行个打印 并且输出到我们的PC机的这个存口助手上 好 第二个作业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使用这个轮巡的方式 来实现我们这个接收PC 发送过来一个数据 好 我们这个轮巡的方式呢 大家可以把代码直接写在这个 这个ifdefine 这个else里面 然后呢 并且需要把这个红第一给改下 要把它改成零 这个要求呢 就在我们这个中端历程的代码里面进行修改 并且呢 要使用我们这个条件编译 进行一个编译 好 然后呢 它会给大家留一个进阶作业 这个呢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DMA的一个概念 并且呢 了解我们这个DMA的一个功能 这个呢 希望大家下来百度一下 这个DMA呢 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并且是在我们的CPU内部呢 DMA的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 它可以减轻我们这个CPU呢 很多的一些传输的 它的一些压力 可以保证我们这个系统能够更加流畅的运行 好 我们就建议大家去阅读一下我们这个STM32F407里面 第十章DMA控制器的一个描述和我们这个30.3.13小节 我们这个使用DMA进行数据的连续通信 就是在我们这个窜口这个章节里面的内容 并且呢 参考和使用我们这个SIMSIS窜口库里面使用 提供了我们DMA的初始化以及我们接收数据的一个函数 实现通过我们这个DMA进行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接收功能 大家实现以后呢最主要的还是要了解我们这个 要理解我们这个DMA的一个工作原理和它的一个功能 还有一个选修实验啊 因为很多同学他用的是用的是那个笔记本 因此呢这个实验可能没法做 但是如果有条件的同学呢 就是假设有台式机的同学呢 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公主安母的这个窜口线 这个窜口线呢 在我们这个开发版里面是配了的 将我们这个开发版的这个COM2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COM2 实际上呢 也就是我们这两个接口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窜口和这个窜口 COM2或者是我们的这个COM3 好连接到我们这个PC端的这个窜口上面 并且呢最好大家还去去了解一下 这个SP3232芯片的这个手册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这个原理图啊 实际上它这个原理图就是这样 它通过我们这个SP3232 把我们这个TTL的这个接口啊 就是MCU出来的TTL接口转换成了我们这个232的一个接口 大家看就这个232的一个接口 然后呢就连接到了我们这个COM2和COM3这两个 窜口窜口的母座上面 好然后具体使用了收发和D这几个数据线 这两个数据线和一个D端 因此这个整个原理图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然后呢就希望大家呢能够 在开发板上实现我们这个COM2 或者是COM3的一个收发数据这个编程 并且呢通过我们这个PC端的窜口助手呢 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收发实验 好我们今天这个窜口的实验呢 就讲到这儿 希望大家呢下来能够好好的理解一下我们这个窜口发送 和接收的一个原理和具体的一个实现 好谢谢大家